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 Pelosi在日前访台之后 大陆展开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 来威吓台湾 美国各层官员接连表示 美军将会在数周内穿越台海 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有哪些人说过支持台湾的话呢 包括像白宫国安发言人Kirby 他说未来数周内要透过 空中跟海上路线通过台湾海峡 另外在12号Kirk Campbell也说 将在未来数周内通过台湾海峡 进行标准空中与海上的通行 执行航行自由 17号最新的 离我们最新的这个日期 美国国务卿的亚太驻卿叫康达 他也说美方将会持续执行 例行性的海上任务 穿越台湾海峡 但是从5号说到了17号 再到今天两个礼拜过去了 美军还是没有穿越台湾海峡 展现支持 这个雷根号到底他的位置在哪里呢 雷根号已经回到了他的日本的 横须鹤的母港 所以我想先请教静哥 从雷根号的动向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 我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8月5号跟8月12号 这个都是礼拜五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 有一个Friday Newsdown 基本上在宣布 那个不希望被大家所检视的 新闻的声明的时候 都是挑在礼拜五 但是为什么17号那个康达 或者说是这个Price的 他那个就是Net Price 就是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 又必须回应 康达又必须回应 因为是8月16号 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秦刚特别召集了 所有美国的主流媒体 把这个事情再讲了一遍 针对8月5号跟12号的 直接的再讲了一遍 所以把那个讲得很硬 所以根据秦刚的第二天 这个开例行记者会的时候 人家根据秦刚的表态 说你这个美国不要再派船 经过台湾海峡 这个是在挑起紧张 而且这个又 康达又根据这个秦刚所讲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前后的 来龙去脉搞清楚 这是一个应对的过程 刚才我们讲了说这个梦 就是大家如梦游一样这样 我现在这个美国 就是一个卖梦人 他卖一个梦 同样北京也在卖那个梦 北京这次操演 有没有讲说他要来武统台湾 有没有讲在封锁台湾 有没有讲围困台湾 他讲的东西就是那个 最有名的三个字 你懂的 You know what I mean 他就是让你台湾的人理解 我在干什么 那美国也在卖一个幻想 这上面有没有讲哪一个 是在挺过台湾 之所以要通过台湾海峡 是根据这个 这个2019年美国这个就是叫国防授权法案的1086条的第B点的第一点 讲明要求美国海军或者这个就是相关的舰船在全世界重要的商业管道实施什么呢叫做Presence the Mission Naval Presence 就是经常要在那边现身 所以他那个是为了台湾海峡的航星自由跟畅通 他不是来挺台湾的 但是在政治的意涵就是在卖一个梦 我来挺你 但是他从台湾有没有上面斩地结也讲来挺台湾 没有嘛 所以他就是在让你再继续做那个梦而已 我问一下四位来宾 四位老师请你们用手写版 就是说雷根浩就这样回去日本了 你们用一个字 中文英文都可以 来形容一下这个你看到之后听到这个讯息的感觉好吗 来我看一下刘老师是写bye 伟员是写如常 大使是写真 Patsy 来先写bye 明白易懂 这很正常嘛 就是你走了嘛 你走了 因为本来讲说很多人说他怎么走了 很难过 我想也没什么难过 因为他应该本来也不会说他会他会来 刚刚张靖良来挺台湾嘛 既然不意外那你这样走了就走了 应该跟委员的意思一样 他本来就不在这里 他本来在南海 然后到横须鹤 他从来就不在台湾 对 所以你怎么会期待他到台湾 这个逻辑就可以理解了 是吧 OK 所以如常 大家也平常心看待是吧 那真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这个政策的内涵 就是台海有危险 这些重大的兵器赶快撤离 所以嘴巴说的不要听 他的身体很 身体是最诚实的 所以我认为他把他的真表现出来 是冷漠的意思 冷漠的意思说不光是说 美国的表现的态度的冷漠 而是台湾整个社会对于他没有来 也是以冷漠以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家没看到 台湾的社会经过这一次这样的震荡 之后其实民众跟就是说这个高层 政府的高层 这中间的离心是非常的严重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都这个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去历经过这个退出联合国 以及这个跟美国断交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你去摆一个摊位 要大家咬破手指去血染国籍 拿一个桶请大家捐钱 你知道那个桶哭哭哭就满了 那个旗哭哭哭就弄完了 可能刘老师这个大事 现在应该不可能了吧 现在你今天要在那边弄一个桶 你看能够收多少钱 我们的年纪都见过那个状况 现在的东西为什么这个epathy就是冷漠 就雷根来与不来 其实台湾社会在某些程度 也沉入大使刚才讲 大使刚才展露了睿智 真相就是如此 那靖哥我进一步请教你 因为雷根号的动向 其实这个根据中国的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就是S.C.S.P.I. 那在19号就表示说呢 刚刚我们讲说已经回到他的日本母港 横旭赫母港 不过呢这个S.C.S.P.I.就是感知计划 他们是分析了雷根号从7月30号以来的路径 研判就发现说 这个雷根号的这个航母打击群 他的任务曾经多次变更 而且他用了一句话 他说是轨迹极其曲折复杂 这句话可以怎么解读 我必须要讲 我讲这个话实在是有不太好意思 这个因为南海这个就是 战略感知计划的主持人 湖泊先生跟我还认识 他用的是C5A也就是说 这个这里头有一个VRC三栋的这个中队 专门是运捕啊 就是说这个做行政的专机 然后运捕东西到那个航母战斗群的 可是他忘了不光只有这个定义机 这个就是VRC三栋这个中队 已经有四到六架的 这个CMV22就是那个悬翼啊 那个悬翼机 这个会请悬着悬翼机做运捕 他是根据这个C5A的航机来画出那个 说这个非常的 而他不是干照这个舰船的航机 所以会显得那么诡异 那我是觉得他经由这样来做 事实上这个31号的 是通过San Bernardino海峡 进入菲律宾海 然后继续保持很远的距离 继续北上 那个时候也是裴洛西来到 绕了一个大湾到台湾来落地 所以不光是裴洛西绕了一个大湾 那个整个航母的战斗群 绕了一个更大的弯 然后在这边根据的轨迹 这个整个来训练的很多的东西 大概基本上来讲 他配合的是两个两栖待命群 就是两个AR机 就是两栖待命群的 就是以这个USS的Tiripoli 跟那个USS美国这两个 这个就是两栖待命群 来做的一个综合的操演 就我们海军的专业而言 他这些整个的轨迹而言 一点都不复杂 也一点都不诡异 他就是在那边做这个训练 而且根据他回去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航舰 这个第五这个连队 也顺利的回到了 就是在回去了 进入恒旭河之前 全部都起飞反降到盐国的 这个飞行基地去了 那悬翼机呢 这个第十五驱逐这个战队 他的这个平位的兵力 也悬翼机 所以换言之 那个是确实是说 这整个操演的这段时间 就是将整个的这个力量 用得筋疲力尽 然后回去整补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是觉得大家拿正常的心 就是这个东西跟台湾没有接轨 他在那边继续做 所以我讲了一个冷漠 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 真正去戏旧 他到那边为什么不来台湾 实际上来不来 也其实都已经不是重点 美国已经把态度 政策态度 摊牌了 摊得再名不过了 美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继续去请教委员 是说他有一个潜在的 军工业的基础 现在变成是说 美军在面对解放军的一个隐忧 因为川普时代的副助理 国防部长叫做柯伯吉 跟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前方 幕僚长葛雷 那么在18号 他们就投书化了日报 指出美国国防工业的产能不足 川普政府曾经在2018年 盘点了整个美国的国防工业 在其中的10个风险模式当中 发现有将近300个重大差距 比如说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 还有像是国内制造业衰退 国会提供的资金不足 他国国防企业 产业成长等等 目前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区域 只剩下两家海军造船厂 还有不到20个可以检查 或者是修理船制的船屋 所以认为现状极其危险 好 那面对这个国防上线 发现这么多的风险 那问题是不是 美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就修补fixed 然后能够 补足他现在的这个作战上的一些短视吗 无解 不 因为造船工业是传统工业 那个航空业很像高科技 你看美国战斗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的造船业几乎都外移了 你如果没有民间的造船业来支撑 你不可能有很多的船厂可以来做作战舰 还有甚至你有很多领主舰甚至是要跟国外买 你连供应链都不是完整 我举个例子 我昨天就找到一个数字 2021年 中国的民间造船的能量是全世界的58% 然后他的作战舰才占他的造船能量的6 大概6%而已 那他作战舰的制造就已经世界第一了 而且我们之前还讲说在最近也看到他还到印度去 他还帮人家造舰 很多国家包括孟加拉巴基斯 一大堆都跟他买件 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为什么因为造船就是一个传统工业 整个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第一就是中国第二就是韩国 你美国没有办法恢复造船业 你只能够做最高科技的那个部门 可是造船他牵得到上万个零件的整个 所以在海军的优势上面的话 现在显然看出来是他没有办法再短时间 也许少数比如说核潜艇那种可能他可以全部自治 他其实有三个案子挫败 海狼旗 这个滨海战斗舰 跟那个孟幻型的那个朱瓦特 三个都是惨败收场 所以他的造船现在已经 然后福特航母也出了很多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现实的 那个整个网络工业网络 那个沉入刚才委员讲的 那个完全要 短期之内是补不回来的 不是短期之内 根本补不回来 根本补不回来 因为这个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是 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其实真的很难解 空洞化了 整个被掏空了 那解放军方面我们也来看 这个就好比你说 美国要不要做口罩意思一样 比如说疫情 他说现在要管制防疫的物资 那你要恢复做口罩的能力 要恢复做防护衣的能力 这个恐怕不是 不现实 这是不现实 那么在解放军方面 其实继续来看 就是说这个日经新闻 他们披露在目前 这个台海在日前发生危机里面 负责对台军演的是 7月底才刚上任的 新任东部战区的海军司令 叫王仲才 王仲才呢 从2018年到今年7月 接任这个新职之前 都是担任海警司令 所以报道是分析说 这个王仲才接任东部战区 海军司令 显示习近平推动海军海警 一体化的这个灰色作战的企图 大使怎么看这个 海军海警一体化的规划 有可能去预测一下未来的 这个海海的冲突的一种 新的模式吗 你觉得 其实台海基本上 我想下一次冲突 就不会是灰色冲突了 其实这一次 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次环台军演 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战争了 已经是一个战争了 可以说是灰色的 因为演习都是在 过去都是在福建 海南岛 山东 这次的演习 基本上是把台湾围起来演 护禁畏咎了 这也不是说 这个就基本上 而且它的那个锁定的这个 这个四射的范围 已经进入到 离海岸线9.5公里了 这个来讲的话 正常情况是会引起战争的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以 我觉得它的决策一定考量 这个发华战争的可能性 应该是最高的一次 所以就基本上 你没有打仗的决心的话 你不会执行这种 你不会推动这样子的军演 这个已经是灰色战争了 所以未来我想的话 也就不会是在走灰色了 就直接走透明的战争 就直接打了 台湾有可能应对吗 端达 这个不能讲 我又要开始想办法 要灭口 告诉你就要灭口了 总要是我要让刘点东西不能乱讲 那我让刘老师答问题答别的 我跟你讲灰色作战 海警不算的 这指的是武装渔船 中国武装渔船很多 那不是海警 武装渔船 这个不不不 武装渔船是只有 就是说 在那个 就是说休渔期间 怕这个渔民到处乱打架喝酒 所以把他抓起来当民兵 这个不是正常的 就是永远经常进的武力 我来问一下刘教授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要观察 在台湾附近 临近台湾的菲律宾 他们最近的态度 因为菲律宾 在小马可思上任之后 最近就同时在中美之间 你看到他释放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号 这个小马可思 在接见中国驻飞大使 这个黄熙莲的时候 他说 期待进一步强化中非关系 然后造福两国人民 不过菲律宾驻美大使 罗木德斯却表示说 美国如果卷入台海争端 菲律宾不一定会参与 可是如果升级成大规模战争 是major war的话 我们将会与美国同盟 现在两面讨好的立场 那重点是中美会 各自会如何解读 这当然讲的 菲律宾它的地理位置特殊 它本身就是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让它可以在中美之间摆盪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它讲的其实就这件事情来讲 它讲的是对的 你说如果中国大陆 如果是小型的冲突 菲律宾希望劝和 不要被卷进去 如果真的变成大型的战争的话 它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它有条约的义务 它有它的防区 它当然是帮美国 但是如果你放大来讲 看菲律宾的外交政策 那一些菲律宾学者就讲到 菲律宾的外交政策 其实是个钟摆 钟摆就是说这一任总统 如果亲中 可能下一任总统就亲美 然后就亲中 太亲中了 下任人亲美这样的摆 那如果我们解读是杜特蒂 他如果比较亲中的话 那小马克思可能就亲美了 而且他过去他们家 马克思家族 在夏威夷的时候 跟美国的政治关系不错 可是杜特蒂 他也不是完全亲中 他本来反美一下 后来又有点 因为中国大陆威胁多了以后 那么杜特蒂 又有点摆向美国 那小马克思呢 照理说这样 应该是亲美国 可是他又有点摆向中国 所以这个钟摆的 就不是那么样的绝对了 不那么绝对 那他们当然是 以他们的国家的利益来讲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菲律宾的利益 以小马克思的立场来讲 他的讲法我觉得是很正常 一个总统 一个大使 或者说以前杜特蒂的时候 一个总统 一个国防部长 一个黑 一个白 一个亲中 一个亲美 中美也很清楚 他在play这个game 中美当然都非常清楚 但是谁也不愿意失去菲律宾 所以都想要拉住菲律宾 这是菲律宾的筹码了 了解 好 谢谢刘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